国庆日前夕,简安湘公所号召近千民众创意打扮欢喜游街庆双十 以50年代复古风为主题,大家尽情发挥想象令 用夸张有趣又劲爆的装扮一起采接游行,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简安湘创意庆双十,9号的傍晚,30支队伍近千人发挥创意精心装扮 在庆丰村展开了采接游行 乡长游淑珍也扎了可爱的冲天炮,挥舞着国旗和大家呼喊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,所有的队伍欢喜亮丽出荣了 荣民伯伯的风火轮,还有快乐的家乡以及美好的队伍 竟在今天的30个队伍里面 所有的乡亲好朋友们,挥着手,贴着国旗 让我们在基安做出了一个不一样的迎国庆的精彩 所以在这里看到大家欢笑的脸庞,对国家的敬爱 我们相信这是一份真诚跟爱的力量 让我们一起来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30支队伍,从两岁半的小小孩到90岁的荣民爷爷 骑着滑轮车,坐着轮椅都要来参加国庆日的游行 许多社团也都做了创意装扮 有复古风,有西洋风,有中国风,有原住民风 还有退役国军的队伍和宫庙三太子都来参加了 厢长游淑珍和立委傅昆琪以及多位的议员 也站在路口和每一个队伍相呼应 定点还有各个队伍的短线表演 展现了大家的活力和创意 路边民众看到游行队伍经过 也拿起相机挥舞着国旗 大家一起感受国庆日的欢乐气氛 介续会居然相报道